这个我们接着看这一句话 他说善男子 佛萨摩佛萨 祝师波罗蜜时 一个大菩萨发愿修 佛道的修行人 当他严格持戒的时候 叫做祝师波罗蜜 所受众苦谁能说吃 说之啊 在他发心要持戒当中 会遇到很多的考验 各种的辛酸 有谁能够真正的了解 这就是举前面讲的 不是虫已在吃他吗 然后在那边修禅定 鸟在头上坐窝 都不敢轻举妄动 怕损伤到鸟巢里面的幼鸟 或者是鸟蛋 这表示菩萨爱众生的心 非常悲怯 不跟他的形体 动物的形体的变异 而有其分别心啊 若有人受 若受小小戒 少欲知足 不能怜悯诸骨众生 这个是谈的 一般的阿罗汉 或者是其他实戒的人 如果你有受戒 你也能做到寡欲知足 但是你没有那种悲心 去怜爱众生 当之世人 不能具足 是波罗蜜 那你的戒律 就是不够圆满 不可以透过持戒 而达到无云涅槃 显然言之 这就是指小果的修行人 他没有发心度众的一个悲怨嘛 若能修忍 修忍是使忍入行 三昧禅定 智慧 波罗 情形精进 就是精进度 乐于多闻 假如有人 有人能够去受持 这个六度波罗蜜的时候 当之世人 则能增长 施波罗蜜 我们六度之间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为什么 因为不精进 你修任何一度 都不可能去成功的 我们持戒 就不可以随意的 跟人去打骂 那不就修忍入行吗 不打骂的时候 这个心能够如如不动 波罗蜜智慧就现前 所以六度之间的关系 是相辅相成 任何其中一度 有增进攻恨的时候 其他的五度 就相对的提升 有一度如果开始沉沦 开始不圆满 五度也相对的 就往下降低的标准 所以这个人能够在不断的持六度的当中的时候 庄严菩提 正菩提果 他越来越靠近自己的清净心 成佛最后的结果 也无非就是找出自己原本的清净心而已 如是借者 无量众山雇 能够这样子发心持戒的人 才能够去累积无量的福德 无量的果报 所以无量的借禁雇 所以已是因缘 庄严菩提 这段话就是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发心持戒的时候 他不独独要自立 还能够去利他 在自立利他里面 把自信里面具备的得用 发挥的灵民济制 于是就累积了无量的功德 将来在人间就成为 使法界最高的一个果位 叫做佛法界 这次讲 透过这样的一个修为 才能够去庄严菩提 公元果满的意思 所以善男子 菩萨摩河沙 既受戒语 一个发心持戒的人 口不说恶 嘴巴不造似恶 不去东家长西家短 道人是非 然后耳不落闻 连耳朵都不喜欢听人家讲 自己不说 也不喜欢听人家讲 道场有一些人 就有这样的修为 早期的时候 后学进道场 不了解有这么一段典故 道清聚在一起 我们就加入了 常常看到有一些人 从旁边经过 停也不停 就加速往前走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我们聚在一起 讲的都是是非 都是别人的短处 所以那些有修养的人 他与生俱来的天赋 就是不加入是非权 你看我们在佛规十五条 第二条的尊前提后 提后里面有一个准则 就是不掉入是非权 我们人跟人之间 在相互成全 成为盗伴之时 会彼此互相倾吐 心里面的一些的遭遇 一些的所谓的苦楚心酸 那这个当中 难免会扯到 人我之间那些 微妙的关系 听的人 听在耳朵里 嘴巴就不出去了 然后不因为我听到了 我就断章取语 认定对方所描述的 某一个人 是一个恶人 如果你这样认定 就等于把对方的是非 挪到了自己的心里面 那个叫做 掉入是非圈 所以如果能够 严格的要求自己 不堕入是非 我们就会做到 孔子在论语里面 所说的君子不党 他不会结党淫私啊 我们仔细看 我们常常聚在一起的人 我们有共同的话题 喜欢玩的 找喜欢玩的 喜欢吃的 找喜欢吃的 喜欢谈经说法 就找喜欢谈道的人 各有所好 就各什么 各找所需要 所以我们身上 所散发的磁场 就攸关我们外面 所结交的 这些的亲朋好友 落在哪一端当中了 所以人要为自己的行为 负全部的责任 而不可以把自己犯的错 推到别人身上 某某人害我 某某人怎样牵恋我 都没有 没有人叫我们做什么 是我们自己 催促自己 做出了不该做的事情 事后懊恼后悔 又不愿意担这个过 所以要把这个过 推到别人身上 所以善男子 既受建议 口不说饿 耳不漏文 不乐说事 不喜欢谈论 世俗间的东西 哪个地方啊 有山珍海味啊 哪个地方啊 怎么样怎么样好玩 越修到越久 越沉溺在到位的人 对于人世间的虚花夹景 不乐谈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 不进到他的心里面 我们最常谈的话题 就是我们心里面 落印最深的东西 所以其实人看自己 就知道修为到哪里 人看自己 就知道你的过去身 欠修在哪里 因为这是相续的一个惯性下来 所以你如果不从日常生活里面 去探勘自己的内心世界 那么修行到最后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积了一堆福报 来生在想 最悲哀的是 造的过跟造的福一样多 于是畜生到去受 那就委屈了 所以终不放心在恶觉观 绝对不把自己的信念 放在不好的事情上 恶觉观就是对境 都起一些自私自念的念头 都去想到自我的一个利益 这个都叫做恶觉观 不清恶勇 不去清净恶之事 凡会让我心性 堕落沉沦的 我都不可以靠近 我们没有修到 为不退之前 你要衡量自己的火候 你不能渡人 会不会为人所渡 因为静默者黑 你如果修到了虚头环了 你就不用担心了 花皆柳相去渡众 它都变成一个历练 绝对不会让你往下面去沉沦 因为你有过去生的修为 你已经了解万法皆空的道理 所以再来人世间 不论外面的境界多么的诱惑 你也不会去起心动念 而在这样庞大的一个真理的支持之下 我们是在立事练心的 可是没有证悟到虚头环之前 你交朋友是要选择的 为什么 因为会受到染污啊 所以事故得名 极尽境界 所以一个想要真正往内在去靠近 开发我们原民本体的人 他的修行过程里面 第一个持戒 持戒越严谨 声不动 口不动 最后你对这个花花世界的 依恋之心 就会越来越淡薄 所以很容易考核自己 后学出国 从不接受道亲的招待 去哪里玩去哪里玩 我一概不接受 哎呀你跟我们去 你每一次来都在佛堂里面 我说我来的目击就是在佛堂里面 不要带我出去吃饭 不要带我去哪里去看风景 我来这边不是为了那个 我如果去做了那个 我就破了我的戒 我是为了吃 我才来办到 我是为了玩才来办到 谁招待我 谁就是 我是为了他来办事 你们要了解戒是这样来的 跟我出去人都知道 绝对不出去玩 没事就看书嘛 对不对 没事就练三宝 不去耗费道亲的时间 带我们去玩 绝对不 当然你说在佛堂旁边走路可以 尤其进到马来西亚 神讲是太累了 怎么忍心让他好不容易休闲一个时间 就 就在佛堂里面休息一下 我们稍微聊聊修行的义礼嘛 何忍心叫他带我们出去 跟我出去人都知道 你要买东西如果不是顺便 我都严格禁止 这个叫做修道 你出去外面 人家招待我去哪里玩 我为了要避免 给某一些道亲招待 我说我晚餐不吃 我过午不食 你真的过午不食 我说现在开始过午不食 为什么 不要再花费那些钱了 金钱来之不易啊 户吃在道场 不要花在我的身上 我一碗面 一碗稀饭我就过了 不需要特别招待我们去 山珍海味一餐 真的不需要 我们老师有讲 纪公老师信文有讲 我们出去如果得到对等的一个招待 你就离盛世很远 我们有很多将来都会出去的人 你或许会觉得我讲的话 有那么一点不够活泼 但是任何事情 请你设身处地为别人想 要你每一次每一个月 都招待人去相同的地方 你烦不烦啊 所以后来他们会约略 透露出一些心思 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很累 我就笑一笑跟随行人讲 他们讲累 我们不需要内疚 因为我们从来不曾让别人累过 理解吗 假如有别人常常来我们家 每一次来 一个月来一次 我们就要带他出去玩一次 都玩相同的景点 你烦不烦啊 是不是 你一年去一次 他一年十二个月都在那里 而且都看相同的景点 就叫外国人很喜欢看我们的101大楼嘛 对来一次要我们去一次 我看101我都快要数出来了 所以任何一件事情将心比心 该办就办该玩就玩 要玩自己花钱去外面玩 不需要 就像这次我们随行 他们说 哎呀 有没有去到麻六甲去买那个可可 我说没有去麻利甲 不买可可 回复跟台湾人讲 没机会 没时间 为了你的可可 我要绕到麻六甲 这一来一回就是两个小时的车程 神讲师很慈悲的 没关系我们绕过去 我说不能绕 该往哪条线就往哪条线 常常替别人想 何人啊 神讲师如是 新加坡的道清不也是这样子吗 在家修很忙的 来佛堂听道理 已经是忙中抽空了 再陪你 不是花结柳相了 游山玩水了 没意义嘛 每个人观感不一样 或许我比较有一点固执吧 但是我总觉得戒律好像是这样子 所以菩萨若戒 获戒恶人 今天您的戒律吃得很好 后学的戒律不好 不够亲近 你看到以后 不生恶心 为色种种 善巧 方便而调伏之 然后你会想办法 找对方的一个弱点 去因财师教 帮助他能够复原他原名的什么 那个戒律 这是对恶人 你都不要起憎恶之心 但是前提 你说的话 他能接受 如果你一说 人家就气 你就三间其口 不要结恶缘 劝人也要看 你跟他的善因缘 你跟他的交情 还有你的说服力 如果对方不受 千万不要叠叠不休 那会让你 再跟他造成 来生的一个恶因缘 莫禀之即可 默默离开他就好 若不调伏 当身怜悯 即便对方 他不肯敢 你也要有一个怜悯之心 不要怨恨之心 但是不为生命 破戒舍戒 就我们自己而言 绝对不会为了 异己的生 的安乐 命的一个长短 我们就让戒律 有所毁损 绝对不要 所以时宜 先修惭愧之心 接受人家的供养 或者我们自己 在家里吃饭 每一天吃饭的时候 都要有惭愧之心 这个很少人做得到 后学也做不到 这个惭愧之心 就是古德讲的 当之盘中孙 历历皆辛苦 可是我们都认为 这是我花钱买来的 我们只惭愧 没有多赚钱 不能吃更好 对不对 其他都没有 不放异 就是让自己的六根 对应外面的衣食住行 不要一个不精心 就开始有那种 喜欢追逐美食 贪求那种 好意勿劳的心 所以为治生命 如疗恶疮 这个吃东西 穿衣 就好像 这个身体长了浓疮 为了治这个浓疮 于是我们要把它割掉 你吃东西 要像这样子的一个观想 意思是 饮食只是为了果腹 果腹只是为了生命的延续 生命的延续是为了以身载道 如此而已 所以一日不休 吃饭的时候就有一点惭愧 如果出家中 一日不休 你就饿一天肚子 若入村落 如刀刺灵 你进到村落的时候 这个村落就是热闹的地方 就很像什么 好像你要走到一个树林 树林里面都是尖刀 一个不留神 就会被那个尖刀给刺伤身体 为什么 热闹的地方 就会有很多美好的情境啊 西门丁 东门丁 对不对 哇 那么多的橱窗 那么多的美食 正正飘香而过 眼花缭乱 本来在家里面修的六根清净 打开衣橱 A装B装 以为已经淡化欲望 结果东西门丁两边一逛 那个橱窗站着 从日升到日落 回到家里念念不忘 第二天再去打探消息 何时跳楼大拍卖 非把他买到手不可 因为凡夫喜欢对境身心 这是谈外境 我们如果没事 就不会勾成自己 勾起自己的潜在欲望 所以让你先重新进化 很难 所以佛教我们 先选择外在的环境 会产生诱惑的地方 你不要去啊 你不要去 等你沉寂一段时间 对那个地方比较生疏了 讯息得到的比较少了 然后 你道理也更明白一点了 你再破那些执着就容易 你看我们去出国 国内国外的机场 那个多少名牌在那边啊 七折六折买二送一 你都懒得赞 唯一比较有诱惑的就是 免费试吃 不要钱 实际上我们都没有要吃东西的 我们没有要买的 可是觉得免费试吃 证明他的饮食是很 来源是很洁净的 对不对 就是不要参到婚食 那就试吃吧 那天我去泰国之后 就在那边试吃 试吃的过程我出来 我就心里想 我一试吃店员就认为我要跟他购买 就满面笑容走过来 实际上我在那边平头论足 我并没有要购买的意思啊 我只是进来有没有假装购买 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我这样一回想我就发觉 我破戒了 懂了吗 因为贪吃破了一个欺哄人的戒 我如果进去试吃 有一个购买之心 还无可厚非 我压根就不想掏一毛钱出来买 那就是吃什么 是不是 你如果是有钱捧钱厂 没钱捧人厂 有这个动机也可以 对不对 但是我不是 我只觉得不吃白不吃 你看 一个小小的东西啊 就让我们破戒 然后一个牙签 弄一块的麻吉 我给人家戳两块 因为吃完一块再拿一块不好意思 所以一次给他弄两块 然后再站到另一盘再弄两块 我就告诉你我这次出国啊 功德没有赚到半倍啦 这个光这一个进机场出机场有没有 就造了很多过 我实在是烦恼死了 我跟随行人讲 哎呀这次出门来损失大了 你们怎么没有人制止我 看着我吃 来来一起吃 交到我这个损友 他说哎呀是我们害你 我说错了 岂有你害我 是我自己把持不住 嘴巴是我张 脚是我抬 对不对 手是我拿去捏的 岂有别人害我 一个人反省到后面 是怪别人怎么不制止我 你就不要反省了 反省到后面还要最佳一等 什么意思 妇藏我过 就是自己 所以你看到没有 没有情境 我不吃甜食的 好像少人看到我吃甜食 可是到了外面就破功了 很容易这颗心又往外散了 所以佛讲的 你进到这个热闹的地方 如刀刺灵 你觉得太为言耸听吗 想一想看 哪里不是在诱惑我们 在一不留神的时候 就做了损失自己德性的事情 刺了这个刀刺到身体 还可以疗父 刺到里面如果没有警觉 根深蒂固就变成惯性了 所以要小心摄护自己的六根 修集正念 念头不要外放 观察可做及不可做 我来到这个场合了 人潮汹涌了 什么事情是我要小心翼翼的 我要做但是要小心 什么事情是我绝对不能碰的 自己先要有一个主张 有一个准则 不申放异 你才不会做错事情 当年弥陋菩萨在阴地修行 常去俗家接受俗家人的一个供养 结果久而久之 他也是在接受供养之后 也要讲经说法给别人听 但是在不断的接受俗家的供养之后 他的那颗心开始放异而不自觉 所以虽然他比释迦牟尼佛 发心修道在前 但是他成活的时间在后 原因就是阴地修行 曾经接受俗家供养 结果乐此不疲 那个心啊开始松散而不自觉 我们虽然是在家修 戒律没有那么严谨 但是不论在家出家 戒律严谨与否只是方便 方便说而已 因为最后达本还原 心性上面容不得一丝的污垢 那可是不容在家出家 而有所差异的 所以现在戒律越严谨 方便未来生在人间学到的时候 就容易怎样 容易再往上提升了 所以我们刚开始再学 都会有不如法的时候 一开始后学 也是曾经接受过人家招待 后来就觉得不妥 像我们每一次进入到新加坡 晚餐一定在餐厅吃 新加坡的东西好贵啊 贵到你恨不得在那边进行 半个月的闭关啊 闭关就不吃东西了 太贵了 几粒青菜啊 小白菜就是台币啊 就上百数百 一颗奇异果八九十块钱 在那边看一看就好了 不用买回家了 台湾的冰激凌同品牌五十多块 那边两百多块 看一看就好了 眼睛吃冰激凌吗 那那个东西那么贵 你何忍别人为了招待我们 花那么多钱 以前都找不出方法拒绝 也可能自己贪吃吧 这一次达成共识 我就讲我们今天下午 进行过五不时 就先发一个转讯过去 过五不时 真的那天我们过五不时 就那一天 其他天如果也过五不时 以后就找不到人 跟我一起出去了 后学过五不时不是问题 我这个人对吃饭 向来是有一餐没一顿的 有没有 我觉得吃多饭 吃饭蛮累赘的 可是一般人他习惯 他习惯要吃啊 结果真的不吃吗 不吃 我说请不要害我们破戒 今天过五不时 就减轻人家的负担 是不是 道清都是慈悲 认为我们过去 在利益他们 他们想要回馈我们 可是我觉得不必要东西 不要 佛堂里面点心好多哦 大家供养完了都不拿回去 所以你爱吃的人 你就住在佛堂里面 天天让你吃不完 所以小心啊 热闹的地方 充满了诱惑力 对不对 你看去吉隆坡你要逛 去麻坡哪有得逛 四处都是什么 都是丛林 都是那个棕榈树啊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空气特别好 泰国的环境 比较什么 比较热闹 所以若人做福 亦因于我 若人做罪亦因于我 这是佛陀在讲 当我们如果做一个真正的修道人 当别人供养我们 施恩于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给他做福的 为什么 来生你修道 有成道 这个凡曾经供养过你的人 你要去报恩的 你去报恩 就是他在人间学道 或者在人间流连的时候 你要去度化他 去成全他 所以修道人肩负着这样的使命 那一餐不是白痴的 虽然你是在家修 也是如此 那同样的 假如我们不如理不如法 别人会因为我们的言行举止 对于修道有了错误的认识 他所犯的错 也会因为是我们 为什么 以忙倒忙嘛 我们不经意的一个行为 都会落入到别人的眼睛里面 认为修行就应该如此 尤其我们到国外去 你到美国啊 到新加坡 他们还比较层次 就是知识水平高一点 或者这个社会历练多 你像泰国啊 麻坡的当心 很老实啊 你说什么做什么 他照单全收啊 所以如果我们不如理不如法 就会种下这样的一个恶因来 别人会依着我们的行为 如法炮制 那就糟糕了 所以事故 我得大供养时 一应生息 所以我接受别人供养的时候 我要高兴 高兴什么 高兴别人因为供养我 而有什么 而有种福田的机会 但是前提 你要自私自量 你真的是一个修道人 要不然这句话一听以后 你们中午吃饭 你们跟五位是这样 哎呀你们很有福报哦 你们煮饭来供养我啊 你如果听到你没听到 你又进口的地方 就是别人做跟我们有利的事情 是别人有福报 其实我们应该要去想 我们如果是做事的人 我们感激那些 为我们所供养的人 因为有你们的存在 我才能够去种我的福田 那我们接受供养的人 应该心里想 我自己没有几分的德 我接受了别人的供养 别人的期待是什么 于是我要加倍努力 能够有一个好的修为 去报答别人 所以不认供养或者接受供养 转一个念头 他就皆大圆满 如果不转念头 他就成为供高我慢 那就不得了 所以得衰苦时不应声称 得衰苦就是 我今天接受不到供养 我遇到逆境了 你也不要去称恨 哎呀这些人都没有什么 有眼不是泰山 不知道我即将成佛 竟然不来供养我 会这样想 大概离成佛 还有十万八千里 自咬 因为有贪嗔痴嘛 如果得不到供养的时候 你要怎么想 我今信 借诗文智慧 如法助少 我自己对于道 了解的不够深 我的信心不够坚定 戒律不够严谨 我过去生 现在是很少语言 去广结善缘 我听的道理不多 我的智慧不开 所以我的行为 如理如法的 就比较少 所以 顾得如事 为少供养 意思 我自己 见少 见事短浅 修养不够 所以得不到人家的供养 事故 我今不应 生于愁苦之恋 所以我面对外面 任何一个环境的视线 我都要往良善的一面去思维 良善就是怎么样想 可以帮助心性提升 可以灭我直的无名的时候 那就是良善的地方去想 所以遇到逆境 遇到别人对我们不理不睬 没有办法化缘的时候 都往里面怪自己 我的六度修得不够啊 所以我要什么 我要去责怪自己的修为 而不要老是挂爱 怎么今天拿不到东西 就不能维持生命了 泰国有一件事情 这次去有没有 前嫌跟后学报 讲的 你看人不明理多可怕 泰国的和尚 多半都吃婚的 多半 以极少部分的人 如果要吃全灾的人 那是为乎其为 有 但是数量之少啊 那有一些呢 他会一年里面 持三个月的灾戒 可能有一点模仿 释迦牟尼佛的下安居嘛 对不对 他持三个月的灾戒 那这三个月 你供养他人 全部要用素食 其他九个月 就是吃婚的 那有一个老师傅 他就是行三个月的 吃如素灾 那下面有徒弟啊 有徒弟去化园 都接受固定人供养 所以呢 化园的时候 小徒弟去外面化园 拿回来就一起享用 那结果小徒弟 是小沙女 年纪太轻 有一个布施的 供养的人 他说 哎呀 你们师父在吃斋 但是你年纪还小 就跟着吃素 可能会营养不良 那这样子 这些的素食 拿回去供养你师父 中午以后 活动自由 下午两点来我家 我来招待你吃 小徒弟就去了 就给他吃炸鸡啊 给他吃这些的什么 这个炸鱼啊 小徒弟吃得津津有味 然后乐此不疲 每一天下午就出去不见了 师父就觉得有奇怪啊 对不对 怎么吃完饭 人就不见了 于是稍微一探听一追查 原来跑到施主那边 接受婚心的供养 你看这个道理不明白 多离谱啊 那这个布施人是说 那这个孩子还小 就跟着吃素 三个月会营养不良 所以好心有得到好报吗 没有 还害死那个小徒弟了 结果师父跟他讲 这三个月一定要吃斋呀 你这样子是让他破戒呀 所以礼不明道难修啊 有人问说 那小孩子吃素 很多人说 这样吃素不营养 我说那个吃素的小孩 一个一个长得跟牛一样重 因为他什么 他甜食肉类吃的少 他不胖 但是他结实 所以看起来有没有修长 但是抱起来都非常的重 是不是 所以义理如果不明白 出言再造恶都不清楚啊 所以你学到的出接 就是要明白道理 所以我为二世 受他信誓 今天我在人间 接受人家的供养 接受人家的布施 是为了两个原因 第一个 真他福 第二个 真自善 真自善就是刚刚说的 我得不到供养 我会怪我自己 修行不够嘛 所以就会快马加鞭 提升自己的内战 所以接受供养 有这两个利益啊 那事故 若得少物 恶物 不应生 所以既然是为了 要增加自己的一个福 一个所谓的 心性的修养 所以得到少的东西 就不应该生一个 懊恼之心 恶物就是 接受到不好的供养 别人给我们的东西 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心里就不高兴了 过去出家这种 接受供养 他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供养我是 真正的为了要 供养修行人 如果你是供养 我的名位啊 有的人比较位高权重啊 供养名位 这种都叫做不进食 他不吃的啊 真正的大德者自我要求 如此严谨啊 所以 久住持德 轻骂以德 这就是 当我们去外面化缘的时候 过去有讲 化缘是七家 对不对 那我们站在门口 摇着那个铃 别人听到 就会出来供养我们 如果我们站了老半天 别人都不出来 或者拖到最后一刻 才出来 出来以后咕咕嗡嗡嗡 讲了几句难听的话 别家不去 去我家 来我家干嘛啦 对不对 这个叫做 久住持德 然后被骂了以后 才拿到的 清贱啊 当时 木剑人尊者 他的母亲 为什么往生后 堕到恶鬼道 受最残暴的恶鬼 最低等的恶鬼的鬼报 就是因为他不但于 不爱惜食物 而且供养给别人的食物 都是最烂的食物 有的时候地上 食物掉在地上 他把它煎一剪 连灰尘 有出家种来化缘 他就拿那个东西 给人家吃了 清贱 所以这样一个 千滩吝啬之人 就种下了三恶道的 恶鬼道的福 那种恶果啊 所以如果我们遇到 不平等的对待 耳食不当自责其身 要回过头来怪自己 是我受罪 非众生过 是我累劫 没有积修 不与人结善缘 心性不圆明 不是这个 轻慢我的人的犯的错 事故我今不应生 既然是自己犯错 为什么要有傲恼之心呢 所以若受介语 为他作罪一应说言 假如我们受介了 我们为了别人 我们必须要犯过 这个时候 你还要自己说一些话 如是所作 是非是道 何以故 我今天做的行为 不合于道 你为了别人 要帮助别人 你不得不破戒 但是你心里知道 这样做是不对的 因为什么 十二不经 不说诸恶为菩提道 事故我今获得杂报 就是我们在读的 圣贤的义礼 都告诉我们 只要触犯到恶行 那么你在修清净行 得正报 你做的恶 就会也有恶报 善恶交在一起 叫做杂报 那为什么会为别人给 别人为了救别人 而去犯错 都还要自责 这个有一个典故 后学讲给情人听 我曾经看过 这么一个记载 在以前的时候 在这好像 清末民初的时候 整个都很乱 很乱很多盗匪恨行 反正也有很多军阀 那有一群盗匪 到了什么 到了一个 这个所谓的偏僻的 山中的小村落 那这个村落里面 人不多 五六十户而已 里面有一个小庙 有一个出家众 在里面 持战念佛 平常都是这边人 在供养他 结果那一天 盗贼来到这个村落的时候 就把村落人 全部绑起来 那这家很穷啊 没得什么 没得去 去掳掠啊 所以他就把那个 和尚也绑来 就做了一个 很恶作剧的事情 他就跟和尚讲 他说你吃瞻念佛 是不是啊 他说这样子啦 今天在我们前面 你吃一块肉 这五十多个人 我就放了 那如果你呢 坚持 不吃肉 有没有 我就把这五十多个人 在你前面杀了 我看看你修菩萨 你修佛人 慈不慈悲 各位前前 会不会两难 考验我们的智慧了 怎么办 这个老和尚 一思维 没关系 我吃 我吃 我一个人下地狱 五十多个人 可以活下来 我当然做 那请问你 他吃了以后 有没有破戒 他没有 他的出发的动机 是为了救人 那他为了救人 他会想 我今天为人要破戒吗 他也不会这样想 我今天做了这件事情 是为了别人做 但是他还是破戒 在经典上不允许的 我将来会有恶报 但是面对恶报 他无所拒 因为只要救人 所以若能如是深观察者 你对于戒律 能够观察的 如此的深入 如此的维系 当之是人 则能具足是波罗命 这个人就已经 可以借由持戒 而达到圆满的佛果 所以善男子 若有人能涉护诸根 身似威夷 不做诸恶 假如有人 能够严格管束 自己的六根 在外面行柱坐卧 都不犯任何的错 身堪重苦 不做邪命 不论逆境现前 多么大的困苦 他都能一肩承担 绝对不会为了困境 苟且偷生 而去做出一些 违背良心本性的事情 这一段话 就像论语里面 孔夫子周游列国 不是消机伐坛 成菜绝粮吗 四五天没有饭吃啊 结果子路就问孔子啊 修大人还要遇到 这么大的苦难吗 孔子说对 那子路又问 那修与不修 差异在哪里 孔子说 如果没有学到的人 困境现前 为非作胆 为了满足一己之私 真正学到的人 颠沛如是 造次如是 不论外在环境 多么困苦艰难 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的生命 去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 这个叫做不做邪命 所以你看各教的经典 读到后面 你很能出类旁通 千叮零万交代 就是要护持自己圆明的本心 千万不要为了这一点本心有没有 为了这个身体 去做出伤害了自信的事情 这就解说了有些道清 哎呀 Zena 身体不太好 是不是就先吃一点补 然后以后身体再把它补回来 吃灾的人啊 别人三言两语 他就想要破清口戒啦 生命很重要的 所以为了维持生命 是不是先吃一点肉 等身体健康了 再把它吃回来 你吃过的肉 从嘴巴里又变成小鸟 变成小猪吗 所以理不明啊 就会有这样疑问嘛 所以当 若于清重戒中 等身不畏 对于清戒跟重戒 在家修的优伯赛戒 有四十八清戒 有十大重戒 那把这个清戒 就是微小的戒律 然后跟这个重戒 我们只要有触犯 都等官 都觉得有一点惭愧之心 不要认为 哎这小事没关系 丢一张纸线 没关系啦 是不是 不要拿刀杀人就好 那很有可能 你丢了香蕉皮 害人家摔断腿 有没有想过后果 都有可能的 你丢了一个小钉子 说不定别人轮胎破胎 结果有没有 车子滑出去就被压死呢 所以物应恶小而为之嘛 所以虽遭恶食不犯小戒 因为对于清戒 重戒都能等官 所以遇到困难 不会轻易的去破 那个维系的戒律 因为不破戒 所以不令烦恼 会污其心 不造恶 不犯错 就不会有 外面来的烦恼 困惑自己 休极忍辱 当之世人 则能具足 施波罗蜜 所以在持戒的时候 就能够累积自己的 忍辱波罗蜜 心量越来越扩大 心量为什么会扩大 因为无我 我们心量真的很扩大嘛 有的时候 你听听别人在后面 怎么讲我们 会撞墙啊 那个老师在后面讲 前面不讲的人 也要撞墙啊 在后面讲 叫做是非 在前面讲 叫做归过 归过有功 是非有过 听清楚没有 所以若离恶友 令住终生 远而邪见 不要去接近不好的人 这个不好 不是他穷 不是他不识字 是他身上有 朱端 不良的行为 你不能靠近 你就能远离 被他的影响 所以知恩 报恩 当之世人 则能巨足 天恩浩磨 天恩浩瀚 师德 威慧 那就报恩啊 报恩就是外面责任负起 里面修自己的德性 父母有养育之恩 那就报恩啊 报恩就是让他衣食无虑 孝遥双亲 然后行大孝 立身行道 扬明后世 对不对 国家有恩啊 对不对 那你也就报恩嘛 你报恩就是奉公守法嘛 不会一己之私扰乱社会的安宁 国家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警力啊 不需要那么多开销啊 是不是 你思索自己这一生做人 哪一个地方不是在谋恩 谋恩你就报恩嘛 那报恩你推到最后面 你发觉 报恩的最极致就是修道 报天恩 报父母恩 报师恩 报国家恩 报众生恩 最后就是修道 因为你修道有成 这个回报的这个恩责 才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啊 所以若为善事不惜生命 罢善自事迎成他事 今天有一件好事 为了要完成这件好事 我们请谈经不是讲 见到成到遇善相助吗 别人需要我们的帮忙 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放下来 这个叫做罢善自事 去帮助别人成就那个好事 我们是先考量自己 哎呀我有方便吗 那天我刚好有事 我不方便 把别人的事情摆在后面 慈戒波罗蜜 各位勤贤 这个是摆第一的 很难吧 你以为戒律那么简单 哎呀我改变饮食习惯 你就以为这样子就飘飘在天堂吗 差得远着了 还不知道飘在哪一层天 顶多是什么 刀立天四天王天 那就已经飞上之头做凤凰 你要上四场 这个所谓的御界的四天 都算头天都很难 那为什么一贯道地址可以回去 很简单天恩施德 弥勒祖师的宏慈大院 摄受一贯道地址 福德为博 心性为博 你还能够借着弥勒祖师的宏慈大院 待业往生都帅脱天 那是天恩啊 那是施德啊 但是回到那边 当地球做了一个重整以后 你还依然要下来 你还是要修 你没修过的科目 还是要从头再修 这是一贯道地址 在这一生 你蒙受这么大的福泽而不自觉 否则以我们这样一个粗浅的行为 你想要去往生 刀立天想天福 坦白讲都很难 罩桥铺路 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容易啊 那个都是为了别人 可以把很多自己东西都舍掉的 那这种人有没有 有 但是不见得是修道的人 是世间的社会人士 你看过我们台湾有一个人吗 他专门收养孤儿 可啊 可怜的小孩子单亲的家庭 他把自己公司赚的钱 全部拿去 就是给这些小孩子用 供给他们的饮食 供给他们的学费 大陆也有 他精力都花在这上面 老天有眼啊 他的公司在他没有完全投入 还是经济上 经济日上啊 业务经济日上 钱财还是来啊 他就见得更大 全副心里造就那些小孩子 他说不忍心这些孤儿啊 你以为别人做的比我们少吗 我们做得到吗 财产全舍了 他有没有孩子 有孩子 他有家庭 后来他的儿子发愿 继承他父亲的志向 做生意赚的钱 也要投入这样的社会慈善 所以看一看别人做的 想一想心里做的 我们才会有惭愧心 有惭愧心才会想要 积极的在道场上承担责任 积极的想要对于社会的 贫穷的苦难众生 要去施与救援 这样子去做 你就符合我们天然师尊 辞于里面 天然师尊交代了一句话 修道人 固然不可以忘却道场的圣事 但是于社会苦难人的遭遇 你也不可以听若罔文 视若无睹 你要去帮忙 这就符合我们请南京讲的东西了 所以贱骂立者 不生恶心 别人骂我们 不要去生气 当知识人 则能具足施波罗蜜 这样子才能具足施波罗蜜 实际上说一句实在话 后学这个泰国 是真的跟同兄们在讲 你要做善事 你都要感激别人 提供你做善的机会 后学去泰国 因为我们早上工作是 上课是九点到下午六点 所以早上呢 后学会起得比别人早 因为我去外面去练三宝心法 我五点钟就起床了 起床有没有 然后就送送经 我就 磕完头 我就去外面去练三宝心法 我在外面 在泰国的清晨的马路上 有看到一个老妇人 每一天看到她就是衣衫蓝绿 就是那一套也不知道是什么颜色 衣服反正黑了破破烂烂 那个头发都没有整理 可是看到她 她会拿一个小毛巾擦自己的脸 就表示她的神经没有失常 她还有一个求洁净的心 我每一天早上都会看到她 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她拿一对废弃的食物 在那边喂鸽子 喂完鸽子人就不见了 她自己已经示现出 这么穷困的一个样子 可是她还有慈悲心 于是我跟我们两位随行的同伴就讲 哎呀明天来 我们拿一些东西 跟她结个缘好不好 难得遇到一个人 在穷困的时候 还能够想到苦难的众生 很多人经济不好 并不是她懒惰啊 可能她家庭破败 可能她没有工作可以做 这些都有可能 因为现在全世界的经济都不景气 失业的人很多啊 于是我们就 拿了一些吐司面包 买了吐司面包 第二天拿去给她 拿去给她 她接收下来 在我们要离开的那一天的时候 我就想 哎呀我们拿一点钱给她 拿一点钱给她的时候 她可以买一些东西果腹吗 或者买一些东西给那些小鸟士 这么善良的人 结果第二天特意要去找她 看不到她了 早上去一次 晚上去一次看不到她 等了两天啊 要离开泰国那天早上 又去了最后一趟 才看到她 把钱恭恭敬敬的交给她以后 没有多少钱啊 三百块钱啊 台币三百块钱 泰币也就是三百块钱 我们回来 刘洋心里面就有这种 有一种很高兴的感觉 什么高兴感觉 觉得今天见到一个人 一个人在极度困恶的时候 还能够什么 去想到比她更可怜的那些小动物 然后我们又得到一个感觉 什么感觉 原来你要做善事 还真的需要有人帮助你 所以叫做及时行善 所以当你能够有这样思维 你就不会认为 是别人接受你的救济 而是别人提供一个机会 让我们去测量 我们有没有那种慈悲啊 所以你在社会上 在道场上 所行的一切的善行 请你做这样的一个观想 是别人提供我机会 让我可以舍掉我内在的 潜滩之心 而不是我去 因为有我的在 解决她的一餐半顿的 衣食的危机 你不要起这种心 那这个住这样的一个行为 她就离向 你去看看别人的苦难 你才知道自己拥有的太多啊 还有我们同行的讲 我说监事长没看到 他说会不会去上班啊 谢他的底 谁跟我讲这个话 李实荣李讲师 他真的是一个 非常单纯的坤道尉 我跟他几次出去 我知道他是个很单纯的人 他是那种被卖掉 真的会算钞票的人 我就跟他讲 请你告诉我 他去哪里上班 他说每一天都这个时候来 这个时候不在了 那是不是跑去上班了 我说小姐 他穿的那一身衣服 要怎么上班 身上的异味要怎么上班 我说天才儿童莫过于你 那由此可见 我们的前嫌有没有 真的女生俱来那种 憨厚的本性 没有染污啊 他都往正面的去想 那我们是想 可能就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喂鸽子 所以珍惜每一个 你可以与人结善缘的机会 珍惜每一个到场提供我们 立事恋心 责任负起的机会 弄到最后 你未曾与人一善 都是别人在给我们行算的机会 所以若见如来所开之处 如本持之 我们在戒律方面 释迦牟尼佛有一些开源的地方 像九戒 对不对 九戒有开源啊 尽管九戒有开源 什么叫如本持之 你一个真发心学到的人 延迟九戒 我就是不碰 我们在九戒里面有谈到 当我们的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四肢比较冰寒吗 那我们可以喝酒暖身 这个是在什么 这个是在开源的范围 或者说 今天我们身体不舒服 要用酒去发这个药了 像坐月子 对不对 坐月子还情有可原 因为那个是不得已 除恶肉 我们一般人身体比较懒散啊 喝这些补酒 佛陀有给我们开源 但是一个真修行者 如本持之 即便在开源的地方 我也照着最严厉的戒律 去要求自己 护众生命 不惜财命 为了要维护众生 所以自己不吝惜财物 甚至可以为了众生 舍弃生命 乃至命中不犯小戒 忠此一生 到一口气不来 一丁点的戒都不触犯 那就是生口意 三叶俱进了 干干净净啊 所以虽得为妙七争之物 心不生贪 虽然有外面 有很好的经济 可以购买美好的食物 有则用之 没了就不要去想 不要去贪 像我们很喜欢 有些人喜欢吃这个吃那个 像我就跟我们同心讲 绝对到地方 是不可以告诉别人 你喜欢吃什么 我们太了解国外道卿的热忱 只要你讲出露出一个风声 他们会费尽心思 把你提到的东西 他会把你弄出来 国外的道卿就是这样的慈悲 所以管好自己的嘴巴 没有你要吃的东西 没有你想要什么东西 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 因为你只要一泄露 他们就买 一定会 所以在国外啊 千万不要大谈扩论 哎呀我最喜欢你们这边什么东西 我最喜欢你这边什么东西 那个叫做造业 别人会满足你的需求 真的 后学在那边只有提到一句话 哎呀你这边拉筋的脚板很好 台湾也有 但是没有泰国的东西 它是木板制的 就这么一句话哦 不精心提出来哦 第二天告诉后学 做讲师 已经通知对方寄来这个东西了 我一听愣住了 所以你看一看 所以在国外 你要守的戒很多啊 我们要去麻坡的时候 进到麻坡 王大哥送我们 每一次都送我们 聊聊的 然后后面无意中提到榴莲 我去买给你们吃 哦千万不要不要 我们不吃榴莲 因为我们太燥热了 真的吗 我说不吃 真的不吃 我说我们排斥榴莲 那一刻是排斥的 自己花钱不排斥 他开车开一开叫把你停下来去买榴莲 我们都知道今年任何一个国家的榴莲都贵 因为气候异常不深 所以才发觉自己不惊心的一句话会造成很多的负担 所以我常讲管好嘴巴嘛 只有眼睛只有耳朵打开 原因就在于这里 所以不畏报恩以善家人 注意这句话很特别 不畏报恩 哎呀因为过去你对我很好 现在我要报恩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都还给你 那个是不正确的 要用恭敬心去供养别人 这是告诉我们 好像哎呀 你私恩与我我也还你了 没事了吧 不对 你要把每一次给别人东西 都当做很恭敬 在与别人结善缘 我不是在还账了 不是在还债了 为怜悯固受持境界 我们持戒的原因在哪里 在于悲悯众生 身口意不造恶 我们就是持什么 持无畏师嘛 别人靠近我们 就可以放心大胆 你不偷 别人不怕东西丢 对不对 你不随意骂人 别人可以跟你肆无忌惮 所以我们严格要求自己 就是让别人 跟我们接近的时候 他不用胆战心惊 一句话讲不对 得罪你了 小鼻子消眼睛的 一句话就耿耿在心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 持戒原来就是 行无畏师啊 不是一定要厨房煮饭 厕所扫一扫 地托一托才叫做无畏师 延持戒律才是真正的大无畏师 所以祭受持以善发大愿 持戒以后还要发大愿 发什么愿 愿诸众生 惜得境界 希望天下所有有情众生 都能够懂得 涉受自己的身口意 因为唯有涉受身口意 才能够众善奉行 才有达本还原的机会 所以一个人能够降座 当之世人 则能聚足世波罗蜜 那这个人 成佛的机会就很快了 所以善男子 有两种菩萨 在家跟出家 出家修 很容易 在家修很难 其实我告诉你了 都难啦 因为有人的地方 不论在家出家 都有是非呀 难就难在 是非这么多啊 是不是 他说一说 你说一说 说到后面自己就 懊恼心就起来呀 没有是分 哪里都好修啊 那你要找没是非的地方 没有 找不到 除非你跑到四圣法界了 他没有是非了 其他天都还有无名 都有是非 那我在人间修怎么办 围其心静 则佛土静嘛 你的心打扫干净了 外面是非就不见了 为什么 物以类聚 磁场相同 就会射受那个东西过来 物必自辅 而后重辅之 肉没有烂 苍蝇不会飞过来的 所以管好自己 就不会有外面的人 我是非不断过来 但是要管好自己也很难 你看我刚刚讲了两三句话 你就知道 我这一趟国外之行 贪无多 撩到一大堆了 所以本以为要去消冤解业 结果背了一堆的业债回来 但是后修有一个好处 我离开地方 我就公开讲完 把我犯的错 跟大家告别一下 然后OK 重新启发另外一个地方 不带着这种错 到另外一个地方 再造业 业品 业品就是我们造的众多的恶业 那因为时间不是很多 我把一些的内容 先跟各位请人介绍 善生问释迦牟尼佛 诸佛如来没有出世的时候 菩萨摩赫萨以何为戒 我在国外有道庆问到这个 在人间没有佛菩萨来之前 那你修道要怎么持戒呢 戒不是佛陀制定下来的吗 修道人犯了错佛才制戒 那我先跟各位谈 谈人的一个由来 因为这在国外 有讲皇母性子十戒 就要跟他们谈人的由来 皇母性子十戒说 我们人从山山坡而来 我早就知道 只要你谈这顿经文 他们一定问 山山坡在哪里 我哪有在 有不 你要到天上找三座山 前面有一个斜坡 它是一个表法 皇母性子十戒 前面谈到人类的由来 它是沿用了释迦牟尼佛 有一部经叫做辟育经 比喻的方法 为什么要用比喻 方便我们能够了解 给你讲那么多的大道理 你战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于是我用比喻的方法 告诉你们 你们从天上下来 你们是仙童 上面有一个老母 在等着你们回去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流言人间 你要回到天上去 你们在天上有仙童 有仙衣仙邪 结果你们下来又回去 为了要到人间历练 所以就把仙衣仙邪收回去 你们就回不去了 记不记得早期 皇母性子十戒 开宗民一讲这一句话 OK 这叫做辟育说 这个不是乱说 佛在经里面常常用比喻的方法 方便众生引解 那既然我们是从天而来 我们以佛家的经典 释迦牟尼佛说的 人类的起源是怎样 然后你再想想看 现在地球不是一直有一些 古文明被发现吗 甚至说地球早期 曾经有外星空的人 来到这个地方 外星球来到 为什么他的身材很高大 然后他发明了很多东西 是现在地球人头脑 无法想象出来的 金字塔 对不对 像现在大陆上四川 不是有玄关吗 把棺材埋在悬崖的洞里面 那个离地两千公尺 上不着山下不着殿 那棺材怎么进去的 没有那么大的梯子 对不对 要从上面垂下来 是如果有个洞垂下去 他是在这个旁边 他垂下来怎么进去 一定要有人推 是不是 而且进去还摆得什么 非常的整齐 这个到现在都是一个谜团 科学都解不开了 我们来看看 释迦牟尼佛 在阿含经里面 讲人类怎么起源 这应该是你们蛮有兴趣的吧 我看大家眼睛突然就张开了 没有啦 你们一直都张开的啦 坦白讲啦 没有张开还得了 是不是 其实佛在经书讲 在上一个大节天地毁坏 天地毁坏就是我们讲 收天收地收人的时候 叫常常不断的经由这样子 就表示地球经历过很多次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气候的一个变化 它就不再适于人居 所有在地球上的生命 都往生到所谓的这个二禅天 光阴天的二禅天 色戒 光阴天是色戒 欲戒有六天 色戒在欲戒之上 它分十八天 十八天里面分为四个位次 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升到光阴天的 升到色戒的人 他没有淫欲 他也不用吃东西 他也不用睡觉 他三个欲望全部舍掉 当他有一种饥饿的感觉的时候 他一入定 他就饱足了 这个句话很重要哦 那初禅是这样子 犯虎天 犯仲天 犯仲天 犯虎天 大犯天 人言经有提过 但是忘掉人是百分之一百 因为包括我也忘了 我是知道有资料又回去查的 这是初禅 你看我们的位置多高啊 我们是二禅 初禅天的人就严守戒律 可以扶住他的旺心 所以他淫欲 食欲 睡意 睡觉 都不用实际的动作 用禅定就可以降服 二禅天 可以扶住前五世 不起现行 二禅分三天 少光无量 还有光阴天 光阴天是最高的 光阴天的天人 他的身体已经会散发出光明 用光明来说法 他不需要外面的太阳照射 他本身有光明哦 到上面一个大节 地球进入到一个混沌的时候 所有地球的生命 全部往生到光阴天 往生到光阴天之后 有没有 作为光阴天的天人 那个时候的生命 他不是父母所生的 他是一个自然的化身 其实这个前面还有很多细的细节 但是讲完就是讲一本阿含经 那个没有办法 那要讲到年底了 讲这个重点 然后这个时候光阴天的天人 他们往生到光阴天 他们不吃东西 因为没有食欲 没有食欲 不会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欲念 到后来他们的天福响尽 那个时候的地球 它是一片海水给覆盖 这个是在早期的易经 道家的经典也提到相同 地球早期是一片海水 在地壳没有起了一些的地壳运动之前 它没有高山没有峻里 就是一片汪洋大海 到后来经过一个长时间 地球有了一个造地运动 高山隆起 然后陆地出现 海水就退到凹下的一个地方 有了陆地出现之后 光阴天的天人 刚好他们天福响尽了 天福响尽的时间 大家也不一样 就陆陆续续降生到这个地球 天福进了 环入轮回 刚开始来到地球的时候 人不是很多 是陆陆续续 天福响尽的天人都来到这边 刚开始来到人间 他还有什么 还有神族通 他身上还散发光明 他还是不食人间烟火 就是光阴天的修为 还留在他的身上 他可以在天空中飞行 他不能够在光阴天常驻 但是可以天上人间来往分析 又这样子经过一段长时间以后 这个地球 不是陆地出来吗 从地上冒出一种 类似于 苏密的一种甘泉水 那天福 就是这些刚降生到地球天 光阴天的天人 有一些的根气 比较弱的 来得比较久的人 他就天福比较想见 他就先把这个甘泉水拿来喝了 喝了以后觉得滋味甜美 本来是不用吃人间烟火的嘛 吃了以后觉得滋味甜美 那一个找一个 大家都来试 试了以后有没有 又经过一段长时间 还是有人不吃这些的东西 经过一段长时间 然后有了太阳 有了月亮 他们就渐渐发现 在吃的过程 不是身上本来有那个光吗 那个光越来越不见了 越来越不见 就进入到一个漆黑 他们就越来越 肆无忌惮地在饮用这个泉水 到后来太阳光出来一照射 那个吃的多的人 跟吃少的人 跟没有吃人 在外形上就不一样 没有吃人 依然保持天然的那种端正 吃的越多的越丑陋 所以当这个太阳光一出来 大家看得很清楚的时候 就开始有了美跟丑的一个分别 在那之前没有这个字眼 那美的人就开始觉得骄傲 你看看 我就是不吃 所以我长得这样子 那丑的人开始记恨 你为什么长得比我漂亮 就开始有两个人之间 美跟丑就开始有了憎恨之心 然后就这样子 这样子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各位前面这边有写 那个水被喝完了 喝完了以后有没有 就开始地上又开始出现一种 所谓的地肥 地肥又被他们吃完 就出现一个根米 在出现的时候 最早的根米 它是没有外壳的米 就有点像大臣佛经讲 未来世界那个米可以随摘随吃 随便摘下来随便吃的 最早地球也是如此 本来可以饿的时候就拿来吃 结果没有想到 有一些比较懒惰的人 他就心里想 我饿了还要跑到那边去拿 对不对 那我干脆就一次把它摘一天的 什么时候想吃就不要再跑来跑去 结果本来大家都不除鸡粮食的 今天这个就摘一天 那个看你摘一天我就摘三天 你摘三天我就摘五天 不用多久 本来拔完了它会自然生长 足够大家用 有了一个存鸡的观点以后 这个东西一系之间没有了 没有了以后有没有 就要自己去耕种 所以除鸡啊 存东西是从这边来的 那要耕种 要耕种以后就要划分田地 有了田地 哎呀大家自己种自己吃 结果没有想到 有人就自己种不出来 去偷别人的东西 于是就有了争执 有了争执以后 吵闹不休 就推出这么多人的里面 一个容貌比较端正 就是污染比较少的人 来做什么 来做一个平视 平视这就是法官啊 做判断的 然后由大家供应他粮食 这个人他不需要工作 他就得到足够的粮食 于是就有了人王 这个名称出来 就有了大王跟什么 跟众生 跟这个说百姓的名称 大家就赋予这个人 久而久就称他为大王 来领导一个族群 然后慢慢就有后续的 其他的种种的情况出来 因为时间 已经刚好十二点 什么错都可以犯 就是讲课 不能够延误下课时间 所以下次再分享 感谢天赛事得 谢谢各位请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